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缘唐善书 昆道与习气 主注先佛为九天玄女 此书为女性成道宝典 九天玄女将 诗曰 方便封开智慧花 长修清静去浮华 劝君早向生前悟 随喜功德奋力佳 盛世无今日降注 昆道与习气 第十九章 女子挤劳自愿 他劳欢喜 女子挤劳自愿 他劳欢喜 即是只有些女子 自己辛劳时就自愿自哀 看他人辛劳时 却幸灾热祸 一味挤劳自愿 他劳欢喜之人 总是习于膨胀自我 而贬损他人 若见别人比自己好 内心里即生出不悦 甚至要想方设法破坏 障碍他人 自然其也难生出 随喜赞叹之心 只会斤斤计较 利益自想 最终落得得寡福伯之哀怨人生 倍淫万苦 昔时有一热善好诗之 妇人名曰虚达 曾捐巨资建造 威额堂皇之经社 并以无数钱财布施 护持三宝 然而他内心私存 如我今者 财富无量 虽以其还经社百千金 钱布施佛僧 不足为难 今若能劝化贫穷下贱 简割真言而用布施 乃名为难 富得无量 无边功德 于是为怜悯 故 即起身至四道 头阶向礼墨 处处劝化大众 能随喜功德 同他一起随喜修福 石诸人等 心怀欢喜 尽贡布施 当时有一瓶女 耳闻此事 及心怀欢喜 并自言自语云 由我先是 不布施 故今未贫穷 今若布施 后是碎剧 父子思维 我今已一无所有 身上为此一遮蔽身体之毛布 若不把握此良机不失 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 故儿自创庸中 将毛布置于虚达 虚达文之奇异后 探言其灾 即脱身上所着服事 用诗贫女 经述日 贫女命中 生刀利天 虚达长者 因于悲悯众生之苦 故将自己不失修福之机会 分享与大众 另一切有缘之人 皆得随喜修福的机会 贫女即是因虚达长者之劝化 发心随喜不失 而感得生天正果之果报 你离经有云 父作不善 子不戴受 子作不善 父不戴受 善自祸福 恶自受殃 故天地之间 五道分明 善恶报应 祸福相成 身自当之 无谁待者 是知人若能明此道理 则应将任何不良习气与心念 即刻修正 方能改变命运也 女性其实比男性更容易正果回天 九天玄女在此书告诉大家 如何修女性伟大的德性 不管是男性或女性皆要学习 一定可以成道 望大家可以求道 找有天命之一贯天道 或去圣堂 虚元堂 明正堂 拱恒堂 还有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或一赤拱恒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脱离轮回 请同时也筑集弥勒净土 请联系异赤拱恒堂师兄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恩九天选女 此书就是女性成道正果的宝典 若女性可以做到 一定可以正果 男性也是 可以从此书学习道德性 应用在日常 相信很有帮助 虚元堂是一间非常好的圣堂 有许多善书可以注印 他们目前有建庙 点灯 元晨 健康 月老 福禄 请搜寻虚元堂 请搜寻虚元堂 loses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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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